谢谢主持人 应该说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我在年轻的时候 只有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有机会到法国去读书 那么我当时在法国读书的时候 就是投身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 当时在法国的动物生态学的门下 它有一个很长的名字 叫Pierre Schacher-Dominique 那么我的导师在年轻的时候 也是在非洲研究灵长类动物的 那么后来等它年龄稍微大了一些 它的研究课题转达到了亚马逊热带雨林 那么它就是在这个地方开创了这个生态战 这个生态战也有一个法语的名字 叫Nuhag 那么Nuhag其实就是在250多年以前 还生活在这个地方的 当地的土著部落印第安的名字 但是非常遗憾 后来它们逐渐逐渐地都已经销声匿迹了 那么我个人认为 这是目前全世界保持的最好的一片热带雨林 方圆1000平方公里 没有任何人除了生态战之外在里面生存 那么我们生态战就在原始森林的众生处 所以它进出只有一种办法 那就是直升飞机 我在生态战的课题 是研究灵长类动物它们的行为生态 以及它们跟植物之间的协同计划关系 我们知道动物在它的自然生态环境下 有各种各样的行为 但有两方面的行为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 它要生存下来 第二 它要繁殖后代 那么我们还知道 这个动物无论直接也好还是间接也好 它都要依赖植物为食 但同时大自然 尤其是在热带雨林里面 绝大多数的植物 也同时需要动物 帮它们传授花粉和传播种子 那么我们来看右边这张照片 它是一个非常正常状态下的一个水果 没有任何人碰它 我只是给它拍了一张照片 那么等这个水果一旦成熟之后 其中这个果壳的一半就会脱落 那么果肉用一个饼 就悬挂在另一半的这个果壳上 我们可以看到在绿色的环境下 这个水果显得非常的鲜艳 实际上它是在给自己做广告 说我这个水果已经熟了 很甜 也非常有营养 快来吃吧 于是远处这个猴子或者鸟就过来 把这个水果吃掉 那么在吃掉这个水果的同时 也会帮它一个忙 帮它什么忙呢 就是帮助它把种子吞到肚子里面去 那么隔了一段时间 这个小猴子也好 或者这个鸟也好 到了新的空间 再通过粪便把这个种子排出去 于是就帮助这个植物 传播到了新的空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动物是需要从植物这 得到营养和能量 但同时这个植物也需要他们 帮助自己不断地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所以这就是动物协同进化 由于我在亚马逊的特殊的经历 那么后来呢 我被邀请写了一本书 那么这本书呢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很 就是说究竟写还是不写 因为学者通常不愿意讲自己的故事 那么后来呢架不住他们的一再请求 我就写了一本书 结果非常的幸运 这本书在2006年的时候 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本书的名字叫野性亚马逊 由于我在热带雨林 亚马逊的特殊的经历 中国一个非常著名的冰川学家 叫秦大和 他推荐我到了一个协会 这个协会的名字叫 中国科学探险协会 那么加入了协会 我才了解到 那么后来我也非常坚定地相信 这个协会在两个方面 一定会留在中国的历史上 那么先来让我们看看 这个协会的一批人 我们创办这个协会的主席 他叫刘东成先生 那么刘先生呢 我们知道他是院士 另外呢他03年的时候 获得了国家最高级的科技奖 刘先生呢在全世界 是研究青藏高原最顶尖的学者 所以人们尊称他为黄土之父 我们再看我们协会 现在的主席 他叫高登义 高先生呢是全中国 第一个到过南极 北极 朱峰和雅鲁帐部大峡谷 号称竹踏市级的科学家 那么他也是中国 第一个到北极 研究大气物理的学者 我们再看我们协会 王福州先生 他是第一 第二第三届的一位副主席 那么我们知道 中国60年的时候啊 有三个登山家 一起登上了朱峰 而三个人中的队长 就是王福州先生 我们再看看郭坤先生 他是我们协会 第一届的一个副主席 我们知道1984年的时候啊 中国有591个人 一起去南极 开创了中国的长城战 而当时这个南极科考战 第一任的战长 建战的战长 就是郭坤先生 他也是南极第一 第三 第五次科考队的队长 我们现在协会 第一副主席是秦大和教授 当然他也是一位院士 这是中国第一位 徒步穿越南极的科学家 就在1989和90年的时候 那么六位来自于全世界 不同国家的学者 他们徒步了220天 历经了将近6000公里 穿越了南极的极点 这在当时的年代 当时我还很年轻 是全世界科学界上的一次壮举 那么我们再看看 中国科学探险协会 一系列的科考活动 其实我想说 中国很多大型科考的第一次 都是由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完成的 那么我尤其想谈的是 1993 1994年的时候 中国的学者跟日本的学者 一起到亚鲁藏博大峡谷 进行科考的时候 发现这才是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 而在此之前 全世界的地理书和地理教科书 都说美国的科罗拉多 是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地球只有四个极点 最南端 最北端 最高峰 和最深的大峡谷 而我们协会的这次科考和发现 改变了地球 关于四个极点之一的认知 所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 它也因此获得了 中国自然科学一等奖 就是1994年的自然科学一等奖 我们知道 中国的自然科学一等奖 是挑选非常非常严格的 经常是空好多年 才出一个自然科学一等奖 那么1994年的时候 是我们协会这个重大发现 那么获得了当年的 自然科学一等奖 那么加入协会后不久 我就非常有幸地 参加了南极的科考 这也是中国 除了南极长城战之外 那么第一次 由一个国家的社团 组织了去南极的科考 那么一般来说 将这样的科考 协会都会要求 每一个人都有这样 或者那样的科研项目 那么我当时所承担的 是研究南极集中企鹅 他们叫声规律的这样的研究 那么我记录和分析了 各种各样企鹅的叫声 那么发现很有趣的一些现象 那么其中第一点 就是南极的企鹅 他们用的叫声的频率 通常都很低 那么第二点 个体越大的企鹅 包括种类 和包括同一个种里面 个体越大的 他们的叫声频率越发地低 那么等我做完了这个研究 也看到了这么多的企鹅 他们的行为 我就明白了 这是为什么 让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这是一大群王企鹅 它们分布在南桥子亚群岛上 这一群有多少只 有三十万只之多 所以是非常非常壮观的一大群 那么好了 我看到这么多的企鹅 我就非常非常的感触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企鹅它的行为很特殊 但是一个企鹅妈妈 她产了卵之后 就会把这个卵交给企鹅爸爸 是由企鹅爸爸来服卵的 然后这个企鹅妈妈就到大海里去捕鱼 那么等它捕鱼回来之后 这个小企鹅已经孵化出来了 那么等它从海里出来 这个企鹅爸爸就会发出低频率 但是非常响亮的叫声 实际上这个企鹅爸爸是在告诉他 说我们的孩子已经出生了 孩子已经很饿了 需要你赶紧来喂它点东西吃 于是这个企鹅妈妈和企鹅爸爸之间 因为距离还比较远 就通过这种相对比较低频 但响亮的声音互相的通讯 那么我们可以看 有这么一大群的企鹅在一起 但是我非常坚定地相信 它们每一只个体发出的叫声 都是代表去个体特征的 没有任何两个企鹅之间发出的叫声 完完全全是一样的 这就跟我们人类一样 我们知道地球有60到70亿的人 但是你找不到两个人 他说话的声音是一模一样的 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好了 随后同一年 是在2005年的8月 我们又去了东非大列谷 具体去的地方是埃塞俄比亚 这也是我们中国人 第一次到东非大列谷去做科考 那么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呢 因为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发源地 我们看左边这张照片 这是一个化石 非常的著名 它的年代也非常的久远 它比我们所有今天这个房间里的人 年龄加在一起还要老 为什么呢 它距离现在已经有300多万年的历史 这是我们人类迄今为止 发现的我们最早的祖先的化石 它的名字叫Lucy 徐名叫南方古猿 他们当时就在埃塞俄比亚这个地方 逐渐逐渐地从四条腿爬着猴子 慢慢慢慢地进化成了我们两条腿直立的祖先 我们再看右边这张照片 这是不同年代 我们人类的祖先 他们所打磨出来的化石 当然这些石器越精致地 就离我们现在越发的近 最近几年中国科学探引协会 又启动了一个新的项目 我个人认为这个项目 非常非常地有特色和意义 那就是带领中国一些顶尖中学 一些优秀的学生去北极去科考 这是2014年我们在北极科考的情形 这张照片拍自于两年以前的暑假 我首先想谈到的是照片中间这位女同学 她正在采样 她的名字叫丁宁 她来自于华东师范大学 第二扶属中学 她在北极所开展的课题 是北极斯巴尔巴德群岛上 淡水里的一些洗冷军 那么她采样之后回来 利用业余时间在我的实验室做研究 后来她发表的论文 获得了上海28届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那我们再看右边这位女同学 她的名字叫吴梅 她研究的是斯巴尔巴德英属 他们抗寒的生理机制 她的研究 后来也获得了创新大赛的一等奖 那么这两位同学 因为参加北极的科考 和取得了如此优秀的成绩 分别地被北京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 今年给破格地录取了 在过去的几年里 我们每一次到北极去科考 都能见到若干头的北极熊 北极熊很大 也很有特色 但是去年看到的这一头 尤其的与众不同 因为它已经死了 那么等我们从北极科考回来之后 那么中国的新闻媒体也开始报道这件事情 有的新闻媒体说 说西方有一些学者看到了这个北极熊的尸体 说现在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到了日益严峻的情况 这个北极熊已经吃不到东西都饿死了 然后中国也有跟我们一起去科考的学者 那么在另外的媒体上就说 说我们当时也看到了这个北极熊的尸体 然后我发现它的牙齿和这个爪子都磨损得很厉害 说它可能不是饿死的 而是老化了 老死的 于是就有人来问我 说这个北极熊究竟是饿死的还是老死的 后来我想了一想 开玩笑地说 我说要么饿死的 要么老死的 那么什么原因呢 就是根据这个熊当时的身体的情况 我们可以判断 它基本上相当于我们人类 差不多60岁左右这个年龄 那么也很可能 就是它在捕食的过程中 有的时候它的猎物也会反抗 也会伤害到它们 也可能它的腿脚受到了伤害 所以它非常的可能是自己年龄也大了 然后腿脚背部都受到伤害 就在慢慢慢慢地这个过程中 就是逐渐逐渐地身体的体能 就已经被消耗尽了 就在行走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 慢慢地就趴在了这里 就再也没起来 那么还有人特别关心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北极熊它死了之后 包括它的尸体 尤其是这个毛皮 究竟该怎么办 据我所知 这个北极熊就将被长久地保持在这里 因为它们原本就属于北极 北极就是它们的家 我们2013年的北极课考的故事 后来写成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行走北极》 我想请大家注意的是 这本书的作者是张树毅等 因为它就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一本书 而是我们所有参加这次北极课考的老师和同学 跟我一起完成的这本书 只不过他们的名字都在匪页 在第二页里 那么我想非常真诚地跟大家推荐这本书 这本书非常的值得预读 近年就在2014年的春节 我又启动了一个新的课考的项目 就是带领一帮孩子们 去亚马逊的上游源头去课考 我们在课考的同时 也会带他们去参观一些 当地的土著部落的一些村庄 那么我参观完了之后 后来我就问我们这些小的课考队员 我说你们有什么感觉 他们说哎哟 看了这些孩子们 我们才知道自己真的是很幸福 那么什么原因呢 我们所去的这个村庄 没有一个孩子有手机 也没有一个孩子 有我们现在的这个数码相机 所以很多很多地方 现在还很贫穷 那么在我们这次课考过程中 我尤其想提到的是这个同学 他只有13岁 是北京一个私立学校的学生 他的名字叫陈浩峰 那么因为他呢特别地喜欢大自然 尤其喜欢研究蝴蝶 所以这是他在亚马逊捕捉蝴蝶的一瞬间 我把他拍下来 所以他的老师向我推荐了这个学生 参加我们的课考 结果就在我们的课考回来之后 大概两周左右的时间 美国的一个私立学校 突然给他发了一封邮件 想邀请他去美国的私立学校去读书 那么后来呢我们搞清楚了 原来就是在我们同一条科考船上 有一些美国的学者 这些美国的学者看到 中国有如此热爱大自然的一个同学 向美国的私立学校推荐了他 后来呢我给他写了一封非常短 但非常强的一封推荐信 我说如果你们美国这个学校 能够非常好地培养这个学生 让他保持对大自然如此的兴趣 我相信等他到了二三十岁 这么大年龄阶段的时候 他一定就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生物学家 刚才我们看到了 这个科学考察和科学探险 有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 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但实际上 有时科学探险改变的 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 我们看上面这张地图 那么这张地图展示的是 地球上有哪些地方的人 讲西班牙语 我们知道 在欧洲有一个很小的国家 叫西班牙 那么在西班牙 毫无疑问 人们是讲西班牙语的 但是除了西班牙之外 在拉丁美洲 也有一大片的土地上 人们也讲西班牙语 那么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因为在500多年以前 在西班牙出了一个 著名的航海家 我们也称之为科学探险家 这个人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哥伦布 那么500多年以前 哥伦布就带领了87个人 驾驶着三艘 只有17米长的小船 义无反顾地使进了大西洋 70天之后 他们发现了新大陆 那么好 我们再看下面这张图 它展示的是地球上 有哪些地方的人 讲英语 那么我们暂且不说 为什么北美的两个大国 美国和澳大利亚 人们讲英语 我们也不谈 为什么非洲有一些小国家 人们讲英语 我们就看看 为什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人们讲英语 这是因为 仅仅是在240年以前 在英国也出现了一个航海家 他的名字叫库克 那么库克当时驾驶了一艘船 这艘船是曾经在北海运煤的一艘船 于是就义无反顾地去航海 他非常幸运 发现了新西兰 随后发现了澳大利亚 最近几年 我在中国推动一个户外产业的平台 他的名字叫中国户外探险联盟 那么这个联盟成立仅仅有不到三年的时间 就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顶尖的户外人 和优秀的户外俱乐部 那么迄今为止 联盟旗下有一系列的户外连锁店 户外驿站和户外的基地 联盟拥有各种各样的户外产品 那么非常重要的是 我们还承担了国家人力资源 与社会保障部户外领队培训的工作 我个人十分的希望 我们中国户外探险联盟 能引导着中国的户外 朝着有科学内涵 安全和环保的方向发展 那么我们也特别特别的渴望 将来有一天 我们中国户外探险联盟 能够逐渐地走出中国 走出亚洲 走向全世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